今天跟大家讲气功的土纳法 我们之前讲过气功的调洗法 把它是放在丹田里面 然后借呼吸来处养你丹田的气息 那我们在练气功 尤其是五处气功的时候 不能都把它放在丹田 我们必须要把它拿出来用 好像你存在银行的钱一样 你不能只是存 然后不拿出来投资 不管是投资股票或是投资房地产 你要拿出来投资才能赚更多钱 我们这个一样 丹田就像我们的银行 储存我们的气息 但是储存的不能只存在这里 要拿出来用 那我们拿出来用的时候 在身体四肢里面 最具代表性就是手 所以我们在土纳法里面 会将手打开来 然后来做这个呼吸的动作 调洗的动作 我这边先各位示范几次 好 侧面再做一遍 我以侧面跟侧面各做三次给各位参考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为了怕不能专心 我们也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这样做 好 眼睛闭起来可以让你比较专心一点 好 眼睛闭起来可以让你比较专心一点 它也是在培养单田气 除养单田气 但是呢 把单田除养的气移转在手上 因为我们鼓速在对打的时候 在勤拿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手来代表 我们先以手 将气感移到手上 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借体呼吸 再将手上的气移转到全身 那是后面的事情 我们在讲 这个囤纳法 我们来做做几个要点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两脚站立跟肩膀同宽 脚平行的 身体全部放松 两手垂直放在脚的两侧 然后舌底上饿 收下饿 稍微收 不用太用力 收下饿 然后呢 应用专一 眼关鼻 鼻关心 应用手在断天里面 然后手打开来 这个手不能太贴身 我们不能这样做 手大概距离你的 那天大概10公分左右 然后来做 然后再往上吸的时候 配合呼吸 大概6秒钟以上 然后手转下来 吐也是6秒钟 所以上吸 反过来下吐 各6秒钟 这样来做 那我们 呼吸的时候 不能呼来呼喊 不能这样 不能 不能不快不慢 也不能说手不平衡 一上一下子 两手要在这里 所以有人会让中指给他合起来做 确保两手是一致的 但是这不是必要的 然后也不能闭气 不是说我为了让这个圆长很长的时候 故意闭气不呼吸 然后再做 做得很慢 那是骗自己的 所有这些动作都要配合呼吸 你呼吸短就短没有关系 你呼吸长就长没有关系 这主要是要练到有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们舌底上二 稍微缩下 把尾离稍微上提 屁股不能翘着 要稍微提缸起来 好 吸气 转的时候不能用太大的方式来转 转的时候用手腕 用意念带手腕转 转过来 然后下 然后再转的时候也是用手腕 往上翻 带上来 往上翻 带上来